第三次 剛才我們講的這麼恐怖的東西 我們繼續講一些非常恐怖的東西 這個我真的覺得 我首先問一下 你以前玩過這個阿特利的冰箱波的電腦遊戲? 我這件事真的很慶幸 我是竟然都足夠老到一個地步 勉強有人請我玩過一次 因為那時候已經出了任天堂 已經出了紅白機了 但是竟然有人在說阿特利和我玩這個 就是那種阿特利機黑白在那裡 我人生有幸是玩過一次的 哦 那你真是餘生也晚 阿特利這件事件 其實當年我最初入行 我是做電腦雜誌的 去到你那時候 其實阿特利就已經頻繁破產了 那我請了一個新的CEO 新的CEO那條計劃是什麽呢? 他說我們要開發一個電腦的遊戲程式 是你放一個 固定的頭盤 裡面可以接收你的腦電波 就可以透過這個... 沒有前衛的 是啊 就可以玩那個電腦遊戲 這樣就可以救了這個阿特利 結果阿特利 阿特利終於就是破產了 你那種技術你現在都沒有發展到 是嗎?還有嗎?還沒有嗎? 就是這樣說 你很難做到得心應手的嘛 你當然可以感知你那個腦的訊號 但是你那頂帽 其實那個訊號又弱 干擾又大 還有人人腦的pattern 和你做的那個校正是沒有一個統一的pattern在那裡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難做的 現在面對這些 你說要做到 可以由我的思想控制一些東西 走左走右的東西 不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我聽到好像開始有的了 就是說那些的 譬如癱瘓 他們開始用腦電波可以開始 是的 這個簡直就是我們之前的科學生資有講過 但是那個過程問題最大就是要量身訂做的 就是說譬如 陳志宏想要向左的那個腦神經訊號 和台長你想的 是不同pattern也可以 但是就是人人有不同的 所以你要去為癱瘓病人去做這個 令對可以行動治癒的那個腦控的機械 你是要很為這個癱瘓病人量身訂做這件事的 就是要去做很久的training 就是要去做很多次 然後說是不是你在想的東西 是還是不是 你告訴電腦 做很久很久的training才做得到 我們希望能夠縮短到這個這樣的時間的意思了 我們可以隨而求其次找其中的腦一塊 去做一些玩電子遊戲機的行為呢? 這裏呢 看看你為什麽要這樣去做 但是呢 這次 也是 這個禮拜第二宗跟神經科學 做得非常之厲害的研究就是什麽呢? 又是玩那些腦神經 玩到瘋子的 我覺得 都很廣泛報道的 就是那一堆神經元 在那裡懂得好像玩那個亞達利遊戲 在那裡打網球 那麽你彈到球給我 我彈到那個球給你 當然就是這個遊戲就是 你每人有條巴 那條巴就有個長度有限的 那如果你能夠有個球彈過來 你能夠用那條巴去接得住 那它就可以反彈回到對面 就是一個打網球的遊戲這樣的概念 但是有人竟然在神經元層面 去重複這件事 說了瘋子就是能夠訓練到神經元 去打這種叫Pong的遊戲 就是瓦達利式的那種撞磚遊戲 所以我覺得 一看就覺得瘋子很厲害 事實上也是很厲害的 又是出Nature雜誌的 這個也是 那個研究的地方是澳洲 Monash Monash都是一個二線大學 如果我記得 但是日本大學和英國倫敦的 它有幾個合作的 幾個國家合作的 三間的去這裏三間合作 UCL啦 Monash 另外還有一個我就不記得是哪裏 都是一個跨國合作的 一個神經元項目 但是就非常的厲害 先講講內容 其實我那天都看到一頭無髓 你說兩個人在那裏 拿著一個遙控器 在那裏對著一個screen 在那裏打機 我明白了 在那裏玩這個遊戲 什麽叫做兩堆神經元在那裏對打呢? 是不是就是說 我能夠做到兩堆神經元 那堆神經元懂得看東西 然後就懂得我打那個球給你 然後就懂得控制那個Joystick 又不是 不是去到這樣的樣子 但是都很瘋狂 就是什麽呢? 就是在講兩堆的神經元 好了 它之間也都有一些神經元 幫我們去傳遞這個信號 就是說 現在就好像 你想像就是 好像在一個球場上面 一邊每邊 球場的左邊右邊都有一堆神經元 中間也是鋪滿了一些神經元 來幫我們溝通這個信號 然後有一邊的神經元發射一個信號 於是這信號就透過中間的傳遞神經元 去射過去對面 那究竟是射去哪個方向呢? 對面那個神經元要懂得反應 就懂得去捕捉這個信號 然後去呼應它 接收回那個信號 然後在接收那個信號的位置上 再發射回一個神經信號 去到對面 然後不停地重複 這個情形真是好像就是 我開個球給你 你要懂得撲去接 撲去接了之後 再懂得彈回那個球 放一個球出來 又給我去接 然後兩組神經元懂得這樣去玩來玩去 那現在竟然是訓練到 那些神經元懂得這樣的反應 去玩這個遊戲 而且是看著它 最初就是 一發射的信號出來 對面那個不懂得去撲 不懂得去接 到可以慢慢訓練到它 它懂得去生長 去蔓延、去發展 令到它能夠建立一個反應 去發射的信號回頭 於是就是 出來就是說 一開球 我彈一個信號給你 我接著 再彈給你 你又接著 你又彈給我 就好像真的在玩一個 pong的遊戲 原來就是這樣去玩 但是這樣也足夠瘋了 這樣聽下去 那這些神經元擺在哪裡 它都是擺在一隻碟上面 那碟你就想起 好像實驗室培養碟那樣 當然它的壽命是有限的 是由一個培養碟去供給養份給它 然後它在一個培養碟上面 它懂得去建立一些新的connection 來去組織它新的行為 因為那個神經元學習 學習的過程裡面很牽涉到 就是將一些連接斷開 或者重新建立一些連接 於是它就反映到一些功能 它反映到出來 這樣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很妙的現象 就是說 這些神經元不是一堆有 就是我們看不到一堆 好像一堆懂得有意識的東西 OK 我們人拿著Joystick打機 我們不可以睡著覺地去打這個機 我們要清醒的 警覺的 看著畫面的 然後眼睛和手和腦袋互動的 這樣才能夠完成這個Point的遊戲 但是現在這兩堆神經元似乎就是 它又不是需要聽覺視聽的感覺 來去感受到那個玻璃感 但是它大約由那個神經元 就是那些神經信號從哪裡來呢 它就懂得去馬上組織起來 去發動那個位置的神經元 去給一個適當的反應 就似乎有一個客觀來說 就是它懂得去感受外面的世界信號 來作出反應 它又似乎就是懂得去主動去撲 去接然後又彈一些東西在對面 它似乎似乎在想東西似乎似乎 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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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 你從客觀看到現象 那些信號在中間彈來彈去 兩邊彈來彈去 其實說真的 我會說這個過程根本上 在我們的腦裡無時無刻發生著 它不是反映到我們的器官 肌肉層面上 就算是我們的腦裡在想東西 在沉思 基本上就是信號彈來彈去 是吧 我在想著我看到些什麼 我想起我上次吃了些什麼 那種味道 那種回憶彈去 根本上就是這些信號彈來彈去 是吧 有時候我們一些最麻煩的人腦 一些痛苦的回憶 在腦裡徘徊 其實我覺得更加像 這次我們觀測到神經元 在這裏打碰遊戲的這樣的過程 更加像是我們腦裡發生的事 但是這個過程本身是不需要學習 不需要去灌輸一些的事情 不是啦 其實我們是要去學習的 而最了不起的就是 我們竟然能夠可以教到他 他又學得到 那這樣真是瘋狂 我們去教一個人 我們要透過感官和人溝通 來去傳遞一個資訊給人聽 但是現在似乎就是他們可以 有辦法去跟這班 就是訓練到這堆神經元 是懂得自己去做的反應 那你問我實際上怎樣訓練呢 那他就需要外加一些電的信號下去的 就是譬如說 如果你不懂得接那個波 我就會懂得去給你一個訊號 告訴你在哪裏有訊號 來去中間去導引你 知道在哪裏有訊號 還有這裏我自己對神經科學的了解味 是很足夠的 他就說再利用到一種人類神經元的特性 這堆人類的神經元是很有趣的 它又是由幹細胞引育出來的 那堆人類神經元有一個特性就是什麽呢 它是有一定的學習能力 是來自哪裏呢 就是這個神經元他懂得 他會預期某一些事情發生 他懂得去期待一些重複的pattern 譬如說他會大約知道 如果我上次的經驗就是 在哪個位置我會有反應的呢 我就接收到訊號之後 他會懂得去重複一些東西 就是我接收了一些東西之後 我就會嘗試彈一些和上次一樣的pattern的東西出來 其實這種都是一種 一種單一神經元的基本學習能力來的 就是我希望能夠重複一些pattern 大家就是抓住這一種神經元的特性 於是就是說 好了 譬如一開始 有一個的波打開了出來 但是你這堆神經元 無論左邊右邊都好 不懂得反應 那好了 你不懂得反應的時候 怎樣呢 我就電一電你 教釋你就是說 你有些東西在來的時候 你要懂得自己去電一電一些東西 彈一些東西出來 當你不接收東西的時候 你不需要懂得彈東西出來 但是你每次有東西走過來的時候 你要懂得自發地彈一些東西出去 你不懂得說我電到你會 其實它的原理基本上就是這樣 於是經歷過很多次反覆地去試的時候 他們又做得到 那一開始就是每次開球都會失去的 但是慢慢訓練到 他們後來已經能夠做到80%多接球了 即是他們就慢慢說 那個人不需要去電它 他知道那個訊號來的時候 他就懂得去接收那個訊號 再放回那個訊號出去 就彈了那個波出來的意思 那你問我就是說 這次的研究最大意義就是 竟然是人可以就這樣 和那些人類的老神經細胞玩 來去學會一些我們想去學的東西 給一些我們想去的反應出來 就是你當作是一個很低能的遊戲 但是那個遊戲的客觀效果就好像 像是兩堆神經元在那裡 我彈一個訊號給你 你接住你就彈回信號給我 我接住這樣彈來彈去 那裡還說到就是 要教他們 plan to experiment with getting them drunk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令到那些神經元喝酒 這個好笑 台獎這個我貼定了 我覺得這個是要拿搞笑諾貝爾獎的 這個我貼定了 就是說 現在似乎我們把這些神經元當作有意識 一個正常人腦 我教他可以玩這個遊戲 然後就是說 不如我試試灌醉去看看 他還不懂得打這個球 看看他一個醉酒老神經元打球會是怎樣 我們似乎真的當這些神經元 是一個有意識的人腦 然後就試一下判罪去對一下 看看他會怎樣 那這樣我會說 很有現實意義的 他不僅是試酒精的 我想他還會試其他的藥物 其實剛才對上一節 我也講漏了一件事 就是說 他們打那些人腦細胞 他打到老鼠仔的時候 不僅是打正常人腦神經細胞 他是打一些有老病變的人的老神經細胞 而且的確由此觀察到就是說 那些有病變的老神經細胞 它對於外來刺激和發送信號的能力 是有一個缺陷在那裡的 其實從這裏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研究這些老神經細胞 那種病變和缺陷 是有一個更加基層的認識在那裡 不只是說那一區是失去功能 我們現在甚至說 就是可能那堆神經 由那個神經元細胞 本身已經出現了一個功能上的問題 這樣令我們搞清楚這些老部病變的問題 現在說回來我們這次也是 兩堆神經元在那裡彈來彈去 倒一些酒去灌醉他 我想他放下去 他真的是把稀釋的一些酒來倒下去 他應該不會倒威士忌 因為會打死那些細胞 他都會倒一些微量的酒精 符合我們人的那個 比如說喝醉的狀態 那個血酒精含量 來給他那個有酒精的環境 另外就是一些影響神經的藥物 其實如果你說 這個能夠去打這個 這個龐游戲 代表這種人腦細胞的那種 正常認知能力 正常運動能力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透過去給點酒 給點藥去看到這些外來的化學物 對於這個人腦活動的影響在哪裡 我會說就是說 一個正常的人腦 你訓練他之後 你喝了多少的酒 實際上是怎樣影響到他的判斷能力呢 我們就有一個 非常之基層的一個認知 現在我們就知道 喝了酒下去的酒 會令到神經細胞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在一個 好像在微型運作著的人腦裡 你問我 如果說這個打龐游戲 更加像是我們腦海裡的回憶 去滑來滑去的話 現在就問一下 如果我喝醉的時候 我想那些東西會是怎樣的 甚至乎 這裡多多少少 可能我講一下誇張一點 他將來是有潛質幫我們探索一下 人類靈感的來源 我們經常會無緣無故地叮一聲 想到一些東西 這些靈感的來源 在一個最基層的 腦神經細胞的運作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是可以由這些實驗 給我們一些引説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驗 又是非常偉大的地方 你看一下 譬如我們今晚用了半集時間 就是講這些腦神經的事情 但是不能抗拒 我會說這兩個腦神經的研究 在Nature雜誌公佈研究 我覺得這個影響可以很深遠 好 那我們這一集要結束 我們下一集再回來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關於事業aremos 加熱做梁錦祥联系 詳細節